1582年 明治光秀喊出了敵代本人寺 然後起兵叛變 當時在本人寺開Party的資田信長 與他的繼承人信中被迫自殺 如果沒有本人寺之變 資田信長很快的就可以統一日本 而身為愛將的明治光秀 也將成為一個百萬蛋的國主 400多年來 明治光秀的被鼓動機不明 今天我們就要釐清這些歷史迷雾 提出一個最合理的解釋 那麼就先來一個本人寺之變的藍人包 1582年 這一個時候日本已經群雄割據了100多年 直田信長經過多年的南征北討 就在天幕三次戰中 打包了一身之地武田市 牢牢控制日本中部 成為了日本最強的大名 那一個時候能阻止信長統一的 也一直剩下中國地區的毛利市 關東地區的北條市 以及北陸地區的上山市而已 而信長也已經分別派了羽才秀吉等人 來處理這些傢伙 日本的統一指日可待 同時信長還邀請盟友德川家康訪問京都 以慶祝大魔頭武田市的面王 結果就來這個時候 信長忽然收到羽才秀吉的求援信 這時秀吉正在高崇城為公共毛利市 於是信長跟家康說了掰 準備算領包含明治光秀在內的六名將軍 親自慈元秀吉 這一群人就約在京都的本能寺 準備在此集結大軍 6月21日 信長在京都的本能寺舉行查會 當天下午 王秀從單坡帶著13000名士兵 號稱要與信長會合 讓老闆檢約軍隊 誰知道在6月21日凌晨 王秀忽然向渡河中的全軍大喊 敵人就在本能寺 然後大軍一擁而上 由於是在自家領地深處 信長身邊沒有重兵 只有些官員易紀與貼身四位 信長手下的將軍則在外征戰 信長聽到了兵器火槍聲 便取長槍迎戰 最有寡不敵眾切夫自殺 接著光秀攻陷了 支田家的大本營安土城 繼承了信長在京都附近的勢力 不過光秀被鼓了行進 很快遭到信長舊城的反撲 本能是自便後的不到兩天的時間 正在高松城與毛利家對峙的秀吉 就得知老闆切斧了消息 秀吉馬上與毛利家彈劾 接著率領軍隊 5日內強行200公里趕回京都 要為老闆報仇 稱為中國大返還 最終秀吉與光秀在三期爆發了天王三之戰 光秀拜走後遭土匪刺殺 從本能是自便到光秀拜死 僅僅13天的時間 秀吉日後接收了支田家的勢力 成為了支田信長的繼承者 並透過征法與收編各路勢力 統一了全日本 這一個就是封城秀吉 那麼問題就來了 明治光秀跟隨信長13年 可是支田五大將之一 為什麼要忽然被鼓 這400年來有各種說法 主要是怨恨說、野心說與黑幕說 要解答這些問題 那就先得從名字光秀這個人說起 由於怨恨說很有戲劇效果 歷年來的戰國遊戲 小說與歷史題材的電視劇 只要講到本能是自便 都會採用怨恨說 簡單來說 就是信長屢氣當眾羞辱光秀 才會引起殺機 具體的理由如下 光秀進攻單坡國波多野事實 將他老母作為人質 以說服波多野兄弟投降 然而信長後來殺害了波多野兄弟 光秀老母也因此被殺害 因此光秀與信長有殺母之仇 而且信長將被鼓宰的人頭做成黃金酒杯 逼迫大臣們以人頭酒杯喝酒 光秀覺得野蠻而不從 慘遭信長當眾毆打 信長火燒日本火叫聖地比瑞山 殺害了數千僧人 光秀對此勸戀 又慘遭毆打 信長派光秀在安土城 負責招待盟友得川家康 但因為天氣炎熱導致餐盤內的娛樂腐敗 信長大怒 光秀在甲鋼面前 又被毆打 而且光秀市民們明知是一族 是信長老婆和表哥 從小就讓表妹間諜情深 表妹是當時著名的美女 後來被信長橫刀奪愛 讓光秀有一個陰影 信長還自稱是神 描述日本幕府 並打算廢除天皇 出生民們的明知光秀 忠甘義膽 為了防止信長篡位 因此在朝廷的支持下發動兵變 此外信長還經常取笑光秀是個禿頭 還叫人拿扇子打光秀的頭 從以上的事蹟都可以發現 資田信長是一個自大又殘暴的暴君 而明知光秀為人正直 無法忍受信長的暴虐與野心 殺了冠老闆可說是爭議之舉 勢君叛變情有可原 因此光榮在遊戲中給信長的形象 明顯與曹操相同 而明知光秀卻變成了一個文文儒雅的儒匠 模版是美洲狼洲瑜 然而這些記載都不是真實的歷史 蘇光秀因為怨恨而造反的 多是江戶後期的小說 如一本粉絲項的《私人筆記》《明知君記》 這一本書成書於光秀死後百年 含有大量創作的成分 書中充滿了離譜的錯誤 歷史上真實的明知光秀 前半生完全不可靠 也不是什麼名名後裔 跟與信長的老婆沒有關係 與秀吉一樣 光秀出身寒為 四處流浪尋找明君 這當時也就信長敢用這種來路不明 但有實力的人 光秀真實年齡也是一個謎 不過肯定大於信長 接近60歲上下 光秀得到信長的重用 反而是火燒比瑞山 又殺波多野兄弟的執行者 在當時日本西方傳教士的筆記裡 光秀是一名奸詐狡猾之人 信長的視真正尊敬朝廷 效忠天皇的忠誠 評價比光秀高 而且讓激江湖這麼久 更不可能隨意羞辱自己的家成 何況光秀還是心腹 不過受到軍紀小說影響 導致一位奸詐的60歲腹黑老頭 這遊戲裡竟然莫名其妙地 練成了一位風度翩翩的正義少年 受到廣大的玩家喜愛 怨恨說沒有任何的史料佐證 相比野心說 可信度與合理性都讓人難以信服 不過人類的行為並不是非黑即白 也不能完全否定怨恨這個理由 而怨恨還有野心 頂多則能算是光秀被鼓的行為中 最基本的理由 要討論為何有本人是之辯 就必須擴大到織田政權上下手 因此也就要發展出了各種陰謀論 所謂的陰謀論指的是光秀 背後有另一股勢力 與光秀合作或是操控光秀 換句話說 或許光秀不爽信長並殺了他 不過幕後黑手才是真正的兇手 這種說法一直以來很受粉絲的歡迎 反正死無對陣嘛 愛怎麼猜都可以 日本本來就是一個猜謎造謎 以及偵探作品眾多的地方 就目前為止 陰謀論說法有17種 因為版面有限 這邊就講五個比較主流的 第一種是朝廷陰謀說 顧名思義是天皇與朝中的貴族 說死光秀去殺信長 不過後來秀吉家康強勢的對付朝廷 朝廷怎麼又悶不吭聲 第二種是主力一招黑木縮 主角是流亡的將軍 確實對信長恨之露骨 以動機來看 也是非常樂意殺害信長而人 不過同樣的 一招與光秀的關係並不好 因為光秀曾經被判過一招 一招黑木縮的可信度 甚至比朝廷陰謀說還低 第三種耶穌惠為黑手 指的是信長由耶穌惠一手扶植 沒想到信長得失後 竟然過河拆橋 因此耶穌惠才會懲罰叛徒 問題是沒有證據信長有拿耶穌惠的好處 而且耶穌惠很窮 哥們養不起信長 此外耶穌惠又怎麼和光秀扯上關係的 最後為何又同意秀吉上位 再者版人士自變後 耶穌惠的經費暴降50% 其實也是事變的受害者 這都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可信度又低於前面兩者 而耶穌來說 事變中的受益者最有可能是兇手 因此日後統一日本的秀吉 能在第一時間奇蹟式的趕回京都 並在天王三次戰報答光秀 因為竊來的太過順利 也被懷是黑手 不過這也沒有證據 且秀吉確實是一位具有謀略的將軍 另一個受益者是德川家康 與秀吉陰謀不同而是 秀吉的動機就只有野心 而家康除了野心之外 還不爽信長 但根據史料記載 家康得知信長被殺後幾乎崩潰 一路還想自身找光秀單挑 再自殺追隨信長 經過本多終身的苦勸 才決定先回老家再且賓報仇 現在家康的形象並不好 很多人都覺得這隻裝的 不過兩人有二十年的交情 會有如此的反應也是合情合理 這則家康與光秀也沒什麼交流 更別所有私交了 而以上所提的五個陰謀論中 都有共同的BUG 這些人既然如此的英明神物 如此的具有謀略的話 信長天下部也不會如此順利吧 為何都要等到大事已定後才動手 此外這些黑手究竟何時如何與光秀合作的 都沒有解釋清楚 完全是腦部 各種陰謀論只追究原因動機 卻都沒有有利的證據 事實也證明 光秀即使成功殺掉信長 日後也都是獨立作戰 難道黑手一開始就打算 把光秀當成棉西仔 用完就丟這也太不合理了吧 此外就算光秀同意了 光秀底下的人會同意嗎? 陰謀論都只集中在光秀本人身上 卻忽略光秀加成的重要性 因此陰謀論的可信度也很低 那到底本人士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綜合來看近代的最新研究 四國政策問題是比較合理的 長宗我部是四國的老大 而信長對四國的外交工作 也由對經濟周邊比較熟悉的光秀負責 在光秀的努力下 長宗我部與之田家也進入了蜜月期 不過隨著信長即將天下部 兩者關係也逐漸惡化 只能兩家友好的光秀陷入兩難 覺得本人是自變的前一年 光秀同才競爭隊首秀吉 擅自攻佔了四國的淡路島 等於插手光秀負責的四國事務 可是信長對此事卻視而不見 並在隔年決定出兵四國 信長有個習慣 某個重臣負責某大名的外交事務 那麼日後討拔時 也會由此人擔任總大將 畢竟是首席事務嘛 比如秀吉本來又是負責毛利家的外交 後來也當了討拔毛利的軍團長 如果照這個習慣 攻打四國的軍團長 應該是由熟悉四國事務的光秀擔任 然而信長卻指派他人 這表示信長已對光秀產生了不信任 將重臣調離原本負責的領域 這次信長要處罰重臣的前兆 因此前途茫茫下 總統的不安思議等負面因素 加上信長父子無防備的滯留京都 讓光秀覺得極不可施 信長是被殺了 但最終自己也成了叛變的陪葬品 此為光秀重臣 贊成第三人妹妹 是長中我不原親的老婆 兩者有婚姻的關係 光秀模仿對他沒有任何益處 從四歐各方的反應來看 光秀在搞事前 也完全沒有做任何事前準備 非常的匆忙 既沒有私下聯絡 又沒有取得任何一方的支持 最終搞得重判清理 根本不符合光秀的大半輩子 老謀勝算的形象 一個征戰多年的一方諸侯 在花架之年忽然做出了 極其鬧殘的行為 實在是令人費解 也徹底摧毀了辛苦建立的人設 失敗多年過去了 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 本人是這邊的真相 但在策略劍技手遊戰國不無理 玩家就可以扭轉乾坤 擊敗明智光秀保護信長免遭毒手 除了豐富的劇情活動 戰國不無理還有超過260名的 戰國名將等待玩家的招募 玩家可以組建屬於自己的最強部隊 正日本戰國的擺成大地圖內 攻城掠地 自由征戰運用自謀 蒸伐天下 更厲害的是 這一次戰國不無將與 所懂之從的原著 羅羅動畫一同聯動 羅羅羅等思維角色都會限時加入遊戲 換主角白鬼玩 羅羅羅提武警光等人氣角色 遊戲副本還重現地獄堂和提武城等原始建築 這麼盛大活動 官方當然也是好禮大放送 我等你來拿 錯過之後就沒有囉 喜歡日本戰國時代 喜歡整天現場的明智光秀 或是多羅羅的 千萬不能錯過唷